在各种都市传说中,哪一种鬼买房子最便宜呢? 大家好,我是小五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恐怖说书人第四话 缝隙女 搬家后,疲惫的男人在地上睡着了 突然,他被一阵奇怪的噪音吵醒 于是便起来查看 声音是从前房客留下的旧橱柜里发出的 在橱柜与墙壁的缝隙之间 他发现有一团像头发的东西 男子拿扫帚去清理时 突然,头发自己动了起来,并藏起来了 男人试图去挪动柜子 突然,一只手从柜子后面伸了出来 并死死地抓住了他 惊慌失措的男人拼命想要挣脱 他用尽全力抽出了自己的手 挣脱后的男人摔在了地上 他不顾一切地向前爬去 突然 男人就这样被缝隙中的女鬼拉进了橱柜后 怎么样,有个凤就能住的凤戏女 是不是堪称都市传说界最省钱的鬼呢 我是小五,我们下期再见